一辆出人意料的日本汽车对未来的汽油之堵 一份泄露的图片揭示了一款令人惊奇的汽车 其价值约1.3万美元 这款车型设计紧凑 无疑承载着日本制造的精髓 然而它最令人震惊的特点是它并非电动汽车 在这份朴实无华的设计背后 隐藏着日本汽车工业数十年来最大胆的战略举措 一款有望撼动特斯拉帝国根基的车 行这个传闻一开始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故事的起点是一段仅15秒的视频片段 它在浩如烟海的线上内容中几乎被遗忘 视频中一辆方方正正的汽车 敏捷地穿梭于东京狭窄的街道 视频标题宣称 日本正酝酿一款价格亲民且高效的汽车 甚至可能终结全球对电动汽车的狂热追逐 短短数小时内互联网便为此沸腾 TikTok上的拼图视频进一步加剧了神秘感 而Reddit论坛上则充斥着半翻译的日本新闻标题 和各种推测性的工程草图 有人坚信这是一个由政府资助的项目 旨在捍卫日本在汽车领域的霸主地位 另一些人则信誓旦旦地表示 它是三菱秘密研发的原型车 是某个被尘封的创意在2026年即将重生的迹象 然而官方渠道却一片沉寂 没有新闻稿 没有专利记录 三菱或日本交通省也未透露任何蛛丝马迹 这个谣言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如同一抹挥之不去的数字幽灵 而在这股幽灵般的传言背后 潜藏着一个连特斯拉工程师 和日本本土怀疑论者都无法解答的问题 为何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会选择再次将堵住压在汽油动力上 日本对小型汽车的独特情节 要透彻理解这个故事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日本 一个以精炼取代浮华的国度 在东京空间弥足珍贵 街道狭窄 停车场如同精巧的拼图 每一寸土地都经过棋盘般的精确计算 在这里大型车辆并非奢华的象征 而更像是一种累赘 因此日本催生了一种独特的车型 K-Car 另称K-Car代表轻型或紧凑型 这些微型汽车诞生于战后重建的废墟中 成为当时数百万民众的救命稻草 政府通过税收减免 更低的保险费用和更灵活的停车规定 来鼓励其普及 其初衷并非限制民众 而是要将他们从现代城市的经济压力 和交通混乱中解放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K-Car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 它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 更成为日本智慧的象征 证明了卓越的设计 不必追求浮夸炫目 从工人到家庭 从学生到店主 各行各业的人们 都在这款紧凑型汽车中找到了归属 在这个过程中 一个名字悄然展露头角 并在数十年后 以日本最令人惊讶的回归姿态 重现世人眼前 它就是Delica CA系列的传奇篇章 早在互联网上流传出 1.3万美元汽车的消息之前 三菱就以用坚固的钢铁和实用主义 谱写了Delica系列的故事 其传奇始于1968年 首款三菱Delica在那一年正式史上日本街头 这款融合了皮卡功能和家用相试车空间的混合车 行专为当时蓬勃发展的日本量身打造 它深受农民 商贩 以及需要同时载人载物的家庭喜爱 Delica体型虽小 却拥有强大的性能 它能轻松征服崎岖山路 穿行于渔村之间 而那些体型更大的车辆 则往往寸步难行 久而久之 Delica成为了耐用性的代名词 这款车以其勤恳可靠 与驾驶者一同辛勤劳作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 日本的城市面貌已然改变 空间变得更为局促 燃油日益珍贵 人们渴望拥有一辆更小巧的汽车 来满足日常城市出行的需求 三菱对此的回应 便是1996年至1999年间 推出的Delica Mini 这是其标志性相试车的K级版本 一款V型Delica 它传承了Delica家族的精髓 四轮驱动 灵活的模块化座椅 以及浓缩在仅仅3.4米车身内的实用性 Delica Mini不仅是一款尺寸更小的相试车 更雄便地证明了坚固可靠性 同样可以存在于紧凑的车型之中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 三菱悄然启动了其代号为 2026复兴计划的革命性项目 2026年的转折点 汽油的逆袭展望 2026年几乎所有主要的汽车制造商 都已将保压在电动化上 特斯拉在全球各大洲 兴建超级工厂大众和丰田等巨头 也承诺在未来十年内推出全电动车型 内燃机似乎已成为历史的残影 电动化被视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然而三菱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它并未加入电池续航和性能的军备竞赛 反而逆势而行 专注于打造更小巧更简约的车型 其工程师们重新启用 并为新一代车型重新设计了90年代 曾被遗忘的Delica Mini 然而真正的转折点在于此 这款车并非电动汽车而是汽油车 这是为什么 因为日本工程师们洞察到了 他人所忽视的关键现实 即便到了2025年 全球仍有超过60%的驾驶者 无法获得可靠的充电基础设施 在日本的内陆地区 东南亚以及非洲的部分区域 电力供应并不稳定 但汽油却随处可得 因此三菱没有制造一款 银合一时潮流的汽车 而是打造了一款 真正汽和现实生活的座驾 一款在几分钟内即可加满油的微型车 其售价不到电动汽车的一半 拥有长达15年的使用寿命 且无需繁琐昂贵的电池更换 当其他公司都在竞相追逐未来时 三菱却在默默酝酿着一种 更为大胆的行动 一场实用的革新 紧凑型动力工程的 智慧 在其朴实无华的外表之下 蕴藏着数十年的工程智慧 等待着重新绽放光芒的时刻 这便是紧凑型动力工程的精髓 从外观上看 它几乎像个玩具 方正垂直的结构 搭配LED眼睛和友善的微笑型格山 但这仅仅是表象 其设计的每一个细节都凝聚了 三菱数十年来的宝贵经验 并被浓缩于一个单一的紧凑型车身之中 车身下方 一台659立方厘米的三缸发动机 静谧而高效的运转 这是对90年代定义日本微型车的 K级车机械组件的现代眼镜 三菱提供了自然吸气和涡轮增压两种版本 并可选择五速手动或四速自动变速箱 作为对其坚固耐用根源的致敬 四轮驱动功能再次回归 这在现代KCAR中实属罕见 但对于日本积雪覆盖的农村地区而言 却是必不可少的 在内饰方面 这款车如同魔术般令人惊喜 它外观小巧 内部空间却异常宽敞 滑动门可完全折叠的座椅 巧妙的隐藏式储物格 以及既适合城市生活 又方便周末出游的模块化布局 都展现了其设计巧思 安全性能也并未因尺寸而打折扣 自动刹车 车道偏离预警和360度摄像头等功能 使得在东京繁忙的交通中 驾驶变得更加从容 甚至是一种享受 结果如何 这款车看上去虽然平平无奇 却以一种低调的方式 展现出叛逆的性能 将老师的可靠性 与21世纪的智能巧妙融合 他不追求成为最快的 也不渴望成为最耀眼的 他仅仅希望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并以此赢得这场 关于未来移动出行的竞赛 机器背后的文化哲学 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 三菱的决定似乎有些自相矛盾 既然未来是由锂电池和数据驱动的 为何还要复兴汽油动力呢 然而对于日本而言 这并非是叛逆 而是一种对历史经验的真实 日本的设计理念 始终遵循着一条无声的准则 技术必须最终服务于人类生活 从便携式音乐播放器Walkman 到新干线高速列车 所有的创新都始于深切的同理心 汽车也不例外 在日本文化中 汽车并非仅仅是地位的象征 而是日常生活的延伸 接送孩子上学购物 应对雨雪天气下的交通拥堵 新款Delica Mini 同样承载着这份谦逊 它不承诺速度与炫技 只承诺可靠性 在一个技术常常主导人类行为的时代 这款车将控制权重新交还给了驾驶员 它还蕴含着一种深远的哲学思想 日本坚信 完美不在于新颖的追求 而在于精益求精的打磨 三菱并未彻底放弃内燃机 而是对其进行了优化 使其更加清洁 更紧凑 更智能 直至它能满足现代意识的需求 而非一味屈从于时尚潮流 当西方企业热衷于颠覆式创新时 日本则在寻求一种平衡 正是这种传统与创新 理想主义与实用性之间的和谐 赋予了这款小型汽车 以无声却强大的力量 全球范围内的影响 当三菱推出汽油版KT卡的消息 传到日本以外的地区时 人们最初的反应是难以置信 分析师们称其为倒退 而环保组织则视其为怀旧之举 然而 数据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且不容忽视的事实 到2025年 全球仍有超过半数的地区 缺乏可靠的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 同时电池材料正变得日益稀缺 而非更加廉价 正因如此 这股反潮流浪潮首先席卷了亚洲 随后逐渐蔓延至欧洲 汽车记者们甚至将其称之为 四轮上的反革命 对特斯拉而言 这无疑是对其核心理念的巨大挑战 这家公司多年来一直向世界宣扬 可持续性必然意味着采用电力驱动 如今一款售价可能仅为3000美元的 相试车却证明可持续性 也可以体现在耐用性 高效率和普遍可及性上 这些价值往往在电动汽车的推广中被忽视 其他汽车制造商也开始密切关注这一现象 丰田重新审视了其混合动力车系列 林木和大发则再次深入探索了 超高效的V型发动机技术 三菱不仅推出了一款汽车 更重新开启了一场行业 曾以为以尘埃落定的讨论 因为它最终揭示了一个真理 进步并非是抹去过去 而是对过去进行完善 这款小小的日本汽车 让世界意识到通往未来的道路 依然可以由汽油驱动 只不过是以一种更明智 更可持续的方式 在一个急于奔向静谧与屏幕化的世界里 日本却打造出了一款更具激情的产品 一款敢于质疑未来定义的V型车 Delica Mini并非在挑战进步的步伐 而是在重新定义进步本身 证明了真正的创新始于那些看似 永无止境的需求之处 事实却是如此